歡迎收看石Sir手機 石Sir 是 講故事繼續橫行 是 不過一連一度的五窮六絕又來了 是 怎麼算呢 會不會向下機會多一點 多一點 多一點 是 貿易戰嘛 沒有什麼 剃圖我都知道 好啊 好 好 很多人說行星資料支持位在哪裡 我經常都說三萬點 是 三萬點這個約數 大家看看這裡 是不是 如果升穿 跌穿了三萬點的話 下面這裡怎樣 不知道 這個由二月左右開始 一路以來 這個所謂三萬點少 當然 中間就是二萬九 二萬九五 二百幾 你當不當三萬點 算數 你喜歡當不當不當 是不是 是不是需要計到這麼準的位置 不是 若莫是這樣 現在這裡如果有三萬點 假如真的今次會跌穿了 是 是 理論上很簡單 一個底 兩個底 三個底 四個底 四底二穿 四底二穿 究竟是 會有幾底 大家各自想想 是 好 另一件事 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是萬二點 是吧 很簡單 萬二點在這裡 到了 如果萬二點又穿了 將會怎樣 大家又想想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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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這個過程中 很多人還說 日升的時候 哎呀好啊 擺脫腰 你三萬點又支持 萬二點又支持 我不知道 哦 上證指數 不是一底 低於一底 不過 頂 低於一頂 是 是 好洋一點 嗯 起碼是 升破了這個 即是 頂 是 人家K 怎會好洋一點呢 很簡單的 錢回來 嗯 拿什麼好呢 不是拿股票 是 美匯指數 好一點 因為加息 加息 甚至要塵上 美元 由於這個 美元強了 日日當然要弱 是 就是這樣 基本的格局就是股市的橫行 息口就上升壓力 接著是 美金會上升 日元就是這個下跌 嗯 是 這個也是很正老波的 是 即是股市除了因為這個貿易戰 搞到上眼發落之後 嗯 十年債息 三里 大家又 怕了 有什麼很怕呢 三里而已 那又不是說不怕的 是嗎 要怕嗎 是 既然曾經有人說 債息星穿二里六三的時候要怕 那二里六三就升穿了 是 那接著有人說 星穿二里九要怕 又到了 嗯 到星穿三里又怕 啊 又到了 那很多人看的 時鐘就說 那究竟要 怕又不怕呢 這樣 對我來說就是 息越高當然是越怕 是 是 那息越高 也都不是一定要怕 大家一定要看 什麼叫息呢 是 息呢 就是使用他人銀子的代價 使用他人銀子 嗯 是 不是使用自己銀子 哦 那些收息而已 是 你使用自己銀子 嗯 去買 是 一支火箭也好 嗯 就這樣 沒問題的 是 你不用給息的 不用 真的借錢去買一支火箭 嗯 你就會息了 是 是 那同樣也是 那我說火箭就很QK 嗯 那火箭 嗯 哪有人買火箭的 哦 是吧 嗯 火箭也把鬼 是 如果你買一支樓 你用來錢銀子 百分之一百錢去買 是 你話說銀行加息加到一百里 嗯 是這麼多就這麼多 沒問題 是 即是如果你借錢去買樓 是 是 你又不是很夠錢 嗯 全副身家就是十元 是 借了這個一百元去買樓 嗯 那利息一突然之間 就升三倍 哦 是 那你的十元都沒有了 嗯 是 你又還不到 那你就要被迫要沽資產 嗯 是 那這個時候的息息是重要的 是 那是不是息要升三倍才產生問題呢 不是的 可能升一來到 你已經是覺得 有什麼壓力呢 有壓力 是 於是你覺得有壓力 你就不會想再去買 這個資產 或者你想要拋售這個資產 是 那這個你用來自願拋售 嗯 是大把時間給你找的 哦 先選好價錢 先選好價錢 對 剛好價錢我不買 嗯 是 市場是沒有panic 嗯 是 有panic 是bias panic 嗯 買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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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但是 有一次 突然之間 息息升了之後 是逼到你是還不到錢的 嗯 被人有迫倉的壓力 是 或者突然之間 你有關一些某方面的收入 例如你說 我供層樓 怎麼供得起呢 因為我租他出去 將租樓蓋住 那些公樓 突然租客說 我不做 我不住 嗯 你又沒有錢 給租客那筆租 去供給銀行 那你就欠供 是 欠供銀斬你 斬你 斬你的時候 就被迫selling 那這個就會有panic 是 是 這個是seller's panic 嗯 永遠市場上面都是 如果buyer去panic 死亡買不到 價錢就升 是 就是如果seller 他認為死驚是跌到賣不出的話 跑壽 他銷出去跑壽 才產生殺傷力 是 所以很多時候 這個息 在三里來說 是不是很貴呢 我不可以說是貴 是 是 在2007年之前 十年期國債息 一向都是比較高的息口水平的 嗯 是去到多少呢 五里半的嘛 嗯 那現在才三里 那有什麼呢 哦 是 沒問題的 是吧 那但是 三里 固然有三里的低處 問題在於 我剛才說的 有幾多人 是做了孖展 哦 是 是 若然那些孖展厲害的話 嗯 升少少 槓桿啊 很多人都被迫斬樓 是 那這個呢 就是 息那個 所謂的水平問題 嗯 不是差點一 點二 一里 兩里 是 你升三里我都無所謂的 嗯 那層樓我完全都沒有借貸 是 我是說要升三十里 嗯 是 白銀行那個 是 但是 如果你若然不是的話呢 你不夠錢呢 你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嗯 當然我又會產生一件事另計的 就是說 如果 我們現在 買股票 嗯 是 是 但是只有 一來九 嗯 不是假的 在美國的股票 平均息率 是一來九的 是 而如果 如果 十年債息有三里的話 嗯 那你全都在那邊了 那我全都在那邊了 是 錯了 我不是嗎 當然不是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不是 現在十年債息是三十里 嗯 是 我不怕 那這個是 三十年 嗯 不用擦擦擦到十年 或者三十年 是 因為我這樣會有什麼 嗯 那我們肯定地呢 就會由股票轉了出去 是 現在 現在要看的呢 不是看十年債息 哦 不是看這個 我今天編文也有說 是 是兩年債息 看短一點 短一點那個 為什麼 我現在炒東西 是 如果你說誰知道 一個月債息 一月息 是 有三里的話 是 我想很多人買股票的人 立刻就派出股票 轉過去等錢 是 等到這個債息三里 嗯 為什麼 一個月我看到有 是 很快取 是 是 我穩穩陣陣約三里 是 到時我還給你的話 我就不會虧 這個本的 嗯 或者到時息口升到三十里 因為債券價格 是跟息口程反比出去 是 債息升的話價格就跌了 那 那如果叫我駕駛十年的話 中間原本債息升了的話 我債券價格跌 我中間又沽不出 嗯 就駕駛到十年 是 如果叫我駕駛一個月 就有這個三里的話 很簡單駕駛一個月而已 是 一個月之後我就拿回本 嗯 兼賺三個百分之 很多人買股票 現在 可以是一天是賺三里賺八里 升三個百分之 是 因為出不了貨 是 你又買不及的 是 一個月的時之中的話 平均如果真的普通一般 會不會有三里呢 沒有沒有 升下跌下 升下跌下 不輸就偷笑 是吧 是吧 所以問題呢 不是在於 那個債業銷售升多少 而是去到某什麼水平的時之中 突然之間 哎呀 很多人不斷借貸 於是產生了一個骨牌效應 而產生了 嗯 又或者 升到某個階段 是短息 不是三年那麼長 是 那他們會產生了一件事呢 是有一個取代的效應 那些錢就不去股票 去了這個債市 那兩年的息口 在美國多少呢 兩里半 嗯 那也好啊 那我問你 是 你會不會為了零點五里 嗯 是駕駛多 九 八年 是 不會 那就是了 是吧 那如果去到是 去到這個 這個十年國債 去到六里的時候 而兩年還是這個兩年半的話 是 是 你又會不會去買十年國債 考慮考慮 是 是 所以這幾個過程裏面 很多人說 三里什麼什麼什麼 都不想一下 為什麼債券的息口升 會影響投資市場 那經常說就是 三里很重要 三里很重要 一過了之後會死 又不是死 又不是死了 嗯 那死就動了 是動 是 不是死了 不是死了 不是天塌下來 不是 那究竟現在還有什麼人 可不可以趁底撈底 還有人敢想法 是嗎 我們去看十年國債息 好啊 是 是 所以我們去看十年國債息 去三里 1988年以來 十年國債息的支出率是多少 那你三里在這個位置 平均 在4.85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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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很少的 好啊 利息上升 借大成本增加 成本債息 是指標的利率 按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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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揭用10年 嗯 用30年 因為人家 按樓是這麼多 按股票 噢 隔夜 是 是 所以你要看這件事 人家是按揭層樓的 嗯 我們現在關心什麼 關心扭定股票 是 我們這個節目不是現在 是 當然是股票 股票 是 美債支援全球資産部 風險回報指標 以前是用三個月的 都有 嗯 是吧 企業發債借貸成本是增加 長上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你不要說什麼事情 發不到債 嗯 由於高息股時 一旦美債息息都上升 剛才有更高的高息回報 對不起 這個是一個最慘的事情 目前美國遇到的 是 由於它長期成十年左右的低息 高息股也變成低息股 是 因為被人賣賣賣賣賣賣 那以前它是有這個十利息的 美國政府國債呢 譬如是 跌到一離那時候 嗯 或者是神國債曾經去到 一離六 可以一離兩離 哇 你高息股有十來 嗯 那很多錢就去買高息股 是 買錢多去買高息股 高息股息就跌了 跌到下去多少 曾經曾經去到 跟這個 美國政府的國債 息率差距不夠兩離 哦 這樣 那你怎樣叫高息呢 不高息 美國政府一定可以還的 還就是印銀子給你 是 那間公司 可不可以印銀子給你 不可以 印股票給你 要不要 不要 所以它是要高息 你買美國政府也叫低息 其實 美國政府還未印了銀子給你 是 不過你認為它有價值 你再過了幾十年之後 究竟是這個元寶稽前的 我都不知道 嗯 是 所以在這點裡面 你會覺得 它利息的上升 就會 價格價會下跌 然後 你現在高息股 現在 你還可以兩離幾 三離幾 可以借到錢的話 如果當十年過債 升到三離之後 你就可能怎樣 不是升到四離那麼少 你就需要五離至六離 才可以 拉回以前的差價 是 好了 這個說 哇 相信到三點五離才會有影響 以前都說過 兩離六三有影響 雖然不是它 是 那些人都現在收了聲 嗯 這個就是 即使升到三離 美股只是調整的 不會做到損害 那些人都認為債息太高 這個真的不錯 因為債息很高 什麼叫高 主觀 是 他又說得又不是錯的 投資者對於息的高低 是如風如水 輪流轉 擺來擺去 那樣 要債息趨平 同時發生 才對美股大的風險 那 對不起哥 然後真的是這樣 嗯 是 你如果三年的 兩年的 兩年的國債 是兩離半 或者十年的就是三離的話 那還不是吹平了嗎 是 是 現在說的 債息的 是有吹平 吹平得久 就會變成 可能啟事衰退 嗯 那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很簡單 是 認為有一件事 就是 現在短期的那些東西 是要踩到這麼高 現在有炒 是 好了 那這個新債王呢 他就說 不會為自己三離 你三離 不相信十年國際市場會明確 升穿三離 勝到你看 嗯 就算升穿三離 美國國債刑缺乏吸引力 對 嗯 因為為什麼呢 你通脹 現在是只有1.9 你如果三離的話 你現在只剩下一個 一離一的差異 就是如果我要外面的資金 買資金 買美元的話 我中間要一個對沖 對沖的成本 是兩離至兩離半 那即是說 嗯 不夠高 不夠高 是 我也會試 那自然 就不會有很大的吸引力 嗯 那至於美國核心的 出銷民的資金 和紐約聯邦銀行的 基礎指標利率呢 就是差距的時期之中 就告訴你 啊 債券價格可能進一步滑落 因為息口還會升 息升 價格跌 因此 現在的國債 不是那麼買得過 讓它先跌 嗯 是 是 這個就是三離 只不過是二離九 二離九 二離七 其實三離不是 只是投資者的草陰 真的是草陰嗎 當然不是 看看荷包 數一下自己的錢 就知道草陰不草陰 那幫債仔 是 它頂了多少利息 嗯 是 我怎麼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是 是嗎 你唯一一件事是 啊到時很多人拋售佬了 啊到時很多人拋售股票了 啊到時很多人拋售股票了 啊到時都做這件事 這樣便知道 太遲料 沒有法 是 哦 應該怎麼應對呢 怎麼應對 沒得看 很簡單 短炒 是 短炒而已 嗯 是 哦 問題現在是三離而已 還有沒有機會再上 有的 是 有人說是三離九 有時候是四離八 哇 三離都不夠嗎 是四離 哦 哇 那 危險啊 沒有什麼危險的 美國以前平均時期之中 都去到這個什麼 你沒有看到那個 這張圖嗎 你自己做出來的嘛 是 是 是不是 就看看這裏 是 那這裏的平均的水平 30年平均的水平 是四離八五 嗯 是吧 那至於現在 曾經一度這個低了下來 即是病了而已 病了你要要求健康 是 有沒有一個危險線 過了那裏 真的大家 攬炒 那樣 哦 第一件事當然是三離這件事 是 第二件事當然是三離 三離半那件事 第三件事是四離那件事 嗯 那你找到車是否騙我 會0-0.5升上去 是 那些人喜歡看整體個位數 是 那些人的時裝 看的時裝當然是這樣的 這個退了之後到那個 那個退了之後到那個 那之間最主要的問題 那些不說是一樣 為什麼三離不是問題 三離五是問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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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四離問題 當然我肯知道 四離和四十離 四十離當然是很多問題 是 不過我們永遠 很難會見到那裏 是 是 問題是 由三離至四離之間 是否會產生效應 第一 我不會發出一杯子 我自己會看 哦 這個就 不知道了 所以 越式升上去的話 對投資的不利 是越來越多的 是 那就是這樣 哦 但是有沒有看到 就是由三離至三離半 或者到四離 速度會不會很快 還是其實 有段時間才爬上去 這樣呢 速度快了 哦 因為加成了 速度快了 所以變成加成就快了 是 其實對後市 怎麼看都不是那麼好 後市一定可以說 你預住它 是要偏淡 嗯 那你做的時候 可以有時候 短call 短short 不過在short的時候 買兩元 call的時候買一元 哦 都是細諸細諸 是 嗯 好 明白了 謝謝老師 好的 想重溫一下石sir 首記錄在HKET.com的 這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